然後關於一日一測 我們請瑞珠來補充一下 這一日一測是延續2013年2014年 兩個主題的調查 因為現在台灣的情況是 其實台灣的核電廠就像剛提爾講的 目前運轉的三個核電廠六個機組 其實都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核電廠 那之前發生過很多空服事件 很多像這種矛錠螺栓脫落之類的 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 包括現在核一一號機停擺 這都是它有存在很大的危機 所以因為其實台電跟原能會 原能會 不是核原會 原能會 對 原能會 對 它們其實都有在各個縣市 都有些定點的即時接測 但是那個數值非常的低 這難以想像的 理通王都在0.05維西縫那個上下 但是我們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做這個輻射補償 我把它做成地圖是 台灣大概是第一次 但是之前大概1990年代 那個輻射屋事件爆發的時候 一些環保界的朋友 那個王綠玲 就是輻射屋受愛者 王綠玲先 他還有那個綠色陣線林長茂 然後跟幾個張武修教授 幾個人 他們有在台灣做一些調查 那個時候就有做一些簡單的補償 那個時候測出來的 就是已經是 平均值大概是0.1 那我在測的時候比較高一點 有一組儀器是0.1 平均值是0.11 有一組是0.13 都是滿高的啦 其實台灣正常的背景的話 應該是要低於0.07的 這個離而計算過 大概這樣低於0.07 所以我們這個環境普遍存在的 這個輻射污染的 對那個常態性的危機 但是我們並不曉得 因為它是無色無臭無味的 那核電廠每次發生一些意外 那這個圓能會 核電 海電 通通都是掩蓋 我們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知道核電廠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那個輻射過後 因為那個輻射的時候 我們大概測出 好像是44個超過0.3 維西佛的定點 那這個0.3 是很可怕的 0.3是很可怕的 對不對 就是一般我們環境的背景 就環境進去 對 對 而且這個0.3並不是 我沒有 其實我沒有那個敏感度 為什麼要用0.3 其實我沒有那個敏感度 這個是張武修教授 是台灣現在目前做 這個輻射醫學 大概唯一的一個專家 他建議我把那個0.3 高於0.3這個測點找出來 給我找了40 我總共測了700多個測點 差不多2萬個測值 那我把那個超過0.3的測點找出來 總共有44個吧 44或45個 忘記了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有一點那個 那個輻射的概念就知道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後但是 我們要再去常態的追蹤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尤其是我們要了解現在輻射場 就是核電場到底有沒有什麼事故發生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現在我們想要 如果至少知道輻射不要高了 那可能有問題的 起碼我可以從台北逃到平東嗎 所以起碼有一個即時的資訊 讓我們知道說現在輻射異常 那民眾應該要有些監管 就是對政府要有些要求 有些動作這樣子 所以大概從去年開始 2015年 2013、2014分別有兩個不同的計畫完成 那2015就推動大家做一天一策 就是你在你所在的生活的地點 你工作的場合 或者是你的住家每天都測一次 比如說台北如果有十個人測 每一個人有人早上測 有人中午測 有人晚上測 那我起碼在兩個小時 如果核電場平均大概兩個小時 就有一個人測 那可能至少核電場發生事故 兩個小時以後 我們就有可能有人測到 就知道了 而不至於完全像現在的狀況這樣子 完全被蒙在鼓裡 民眾 台灣的資訊 是 政府的資訊 是非常封閉的 那像方簡有一段時間 他每天都到 從中逐集的資訊 叫做那個 那個沿淭偉的網站去找 找那個 每天都去檢查資料 看 因為沿淭偉她常常公佈一個paper 大概一個小時甚至幾分鐘 她就把它下載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核電廠違規的 或是甚麼呢 那很重要的一些資訊 他就可能在一兩個小時之內就 反正他有公佈了 他說我公佈過了 然後刪掉 經常這樣 那方簡就是他隨時都在掛在那個網路上 然後就是這樣子去檢查 去檢查我們的台電還有原能會這樣 那民眾必須要這樣 那福色的尾他也是一樣 我需要很多人 大家一起為我們的環境 自己監督 自己監督我們的環境 因為這個證明不可靠 那他們怎麼測 他的測值都是非常低的 新竹也有一個 在那個福色什麼館 那個科學區 那個有一個福 同步福色館 對 同步福色館 那邊也有一個 那我也是想要進去找那個 就是拿我的儀器去跟那個儀器 在同一個地點這樣測 但是那個守門就不告訴我在哪裡 那裡面又太大 我找不到 但是其實無所謂啦 只要有很多人在我們這個環境裡面 每天都測一下 就可以監測我們 監測我們的環境 至少多一份安全的保障這樣 你剛剛還有一次嘛 現在 就真的 這是日本災後開發很簡易的 就很像我們量體溫那樣子 我只要知道有沒有發生問題就好了 我不要那麼精密 它是有二 有一差 還有兩層的一差 不是 就可以 0.08 這也還不錯 這是一個封閉的環境 對 那在外面的話 經常都測的比這個還要高 那通常就有一次 有時候會拚低 然後就有一次去他拚低 對 那像那個 有一陣子 我在 因為我現在是假日農夫嘛 我在那個 我老家下人山那邊 就是新竹市跟新竹東交接的那個地方 我在那邊 種東西 那有一天 我就 有一段時間 經常測到0.4 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就請那個 立委 立委的朋友 立委的助理 去幫 去查到底怎麼回事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不知道現在還不曉得 就是 後來有傳說 清大 那個 這是最危險的 其實台灣的那個 對 第一個百英族 就是很清大 聽說 因為他們要廢爐了 是有一群學生在那邊拆 到底真的假的 謝謝他們 但是我 大概就是去年 下半年 九月 十月那一段時間 我真的 好幾個禮拜回到新竹來測的時候 都是比你也超厲害的 真的 人事還超厲害的 所以 看了這個 嚇人 那我到現在你知道 後來這也是傳說 就是清大學人在採訪 他們講 但是這很可怕 在那個福生館 其實新竹有很多 在這個 不管是反而的議題 還是核能的議題上面 新竹有很多第一 第一個原子乳是在清大 台灣第一個原子乳是在清大 所以新竹清大是1961年 這樣子 實際有原子乳十年以後才有清大 對 然後第一個 那個低洞輻射物館在新竹 就是清大那一洞 對 其實在更早 對 在更早應該就有了 因為當初那個 有一個醫生他拿了射源 射一張氣的射源 用一個水瓶對不對 裝著來給他的眉校長 那個時候就汙染了 不是啊 你講的是這樣 那反來怎麼樣 反來很準對不對 反正水有排一些 你說還是會水出來 對 那排一些水出來的話 反正就讓他亂流 對不對 亂流 然後要蓋浮身管 所以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 牆壁啊 就讓那個水來補牆壁這樣 鄭華森教授的他那個報道裡面 他的報告 因為那當初那個 那個社員流出來之後 鄭華森 我這個時候還有 我這個時候還有提到 我都忘記了太久了 後來被拆得掉了 後來不是被拆掉 沒有完全拆掉 他把那個 他把那個 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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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拆掉 然後送到核岩所 這樣 對 兩千兩百桶送到核岩所 就是他 因為那個 早期就是有一個醫生 他拿了 帶了一個 我印象點是設醫生器 這樣查出來 對 設醫生器 對 牙醫 他帶了進來 然後送到清大去 結果把 那個時候的教務長的樣子 還是什麼的 他家裡 給污染了 結果他家裡還弄了好幾十桶的那個出來 好幾十桶的廢氣 他應該是台灣第一棟輻射屋是他家 他的宿舍 就是清大教職員的宿舍 然後那個 把那個水泥啊什麼的 清下來之後 好像幾十桶 就丟在那個 人社院後面吧 那以前是墳墓嘛對不對 但是他有一個乾溝 丟在那邊 但後來要蓋那個 浮生管的時候 在那 有那個玉瓣水泥 在那邊弄 弄弄 然後用了那邊的水 因為他其實已經 涂染了嘛 他已經涂染了一下水了 他又用了那個水 然後蓋了那個 浮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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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管有一件 那個 蓋了浮生管 後來爆發出來了嘛 好像是1990年代左右 爆發出來了 結果 就處理 就是 鄭華生教授 他召集人 就是一個專家 那包括 當時的新竹市長 什麼有 對對對 也是調查委員 調查的成年之一 然後 後來 反正就拆了 就把那個 房子 部分 拆下來 然後裝了 兩千兩百桶的 核廢料 然後送到了 後面就 那 那一棟大樓 並沒有拆掉喔 他繼續用水泥去 給它浮上去 這樣子 結果 還是輻射屋 那個輻射屋 新竹市公外防治協會的理事長 中淑貞 後來還 去了很多次 我們去了很多次 還有綠色陣線的林長茂 還有汪生 學生汪生 還有那個校友 還有 幫他淑貞都是校友 還有一個急鎮男也去了 芳姐當然每次都去 因為他是招集人 然後還有那個 後來有一次是去了 吵得很火爆的是 立委去的那一次 就是政令軍立委跟田春景立委 那一次李敏跟那個 芳姐跟那個林長茂大吵 在會議上大吵大鬧 李敏就說 你又不會靠近牆壁 你們吵什麼吵 就這樣 不是零點多嗎 是三點多 我們不是在最高點的地方 是在二樓的玄關 二樓的玄關的角落 就是一上去 一上去 右邊那個角落 那時候我在 因為那時候 那一年我就在做那個 輻射午茶 全台灣的輻射午茶 從來沒有聽過 那個輻射針這裡 像這個就不會叫 我的那個叫 就是他會 他會依照他的感應 比如說感應一點點 他就嗶 嗶 這樣慢慢嗶 就哇那天那個鼻子 嗶 然後他連續的 就不會停就對了 非常好奇 對於我們來講 是很有趣 不是不能說有趣 是非常好奇 所以我就蹲在那邊 我跟那個蘋果日報的記者 陳玉梅 我們兩個蹲在那邊 蹲在那邊 蹲在那邊角落 在那邊做記錄 然後非常好奇的 在那邊看那個 數字的跳動 從零點 零點零幾 一下就跳到 二點多 三點多 那臨場帽的那個儀器 測到三點六 後來清納那個 他用那個 一樣是 後來媽弘那一款 測到四點多吧 我印象 四點多 那是高過環境背景值 四五十倍的 非常可怕 那 我跟那個陳玉梅 兩人在那角落 非常好奇的 在那邊量了很久 他用不同的儀器 三點一直量 那那個臨場帽就跑過來 綠色陣線的臨場帽 他之前就做過輻射物理查 他就跑過來說 你們兩個不知死活 繼續在那邊蹲好了 回去你就知道了 不想說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在測量 其實我們也很欺負 我們兩個不確定 有這麼嚴重嗎 結果那天 我記得我搭 我跟那個 那個玉梅都是搭政立軍委員的車 好 在車上就已經 已經昏昏了 回到台北 回到家 我印象很深刻 六點 我一回到家 就躺在沙發上 沒有辦法 無法動感 然後躺到 等到眼睛睜開來說 晚上十二點了 隔天我就打電話給玉梅 我說欸 我昨天回去就不行了欸 你的情況怎麼樣 他說我也是 我就想 連床都沒辦法去 都沒辦法走到床上 一樣跟我一樣 倒在沙發 他躺到十一點多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可怕 那我第一次 體驗到這個輻射的可怕 那後來我們又再去測的時候 我剛剛測了以後 趕快跑 就是 真的是不敢 不敢停留了 那很多人還流鼻血幹嘛 對 就是真的是這樣 很多作家跑去 輔導去探訪 結果就流鼻血啊 對 就真的很多 是真的 遭到那種 短時間也是會 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 其實輻射齁 就是說 當然是 事實上是 輻射是誰發現的 應該就知道了 肌力屬 肌力屬人 那肌力屬人 也是因為怎麼樣 不設施的 這樣 他女兒也是不設施的 先生也是不設施的 你知道嗎 所以是很厲害 我們現在不談幾個 為什麼不談這個呢 比如說 你親女怎麼知道 就是 問你怎麼反抗呢 對不對 怎麼反抗 比如說 怎麼來管這些 這些 這些 這些都要注意 對不對 就當然怎麼樣 當然 敲油煙煮的時候 對不對 他那個 這個 合會也都亂買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天華術學系 有六位 對不對 就是屬於百血症 對不對 都是帶女朋友 七一級的 我印象也是七一級的 我都有寫起來 就是帶女朋友 等於坐在那個合會上 這樣拿起來 摸摸摸 而且當初 那個 清大缺水 就是 附近缺 缺水的時候 清大的教職員還到 那個 原子爐那邊 啤水回去 對 那爸出去 那時候 他要喝原子爐的水 那我 現在已經進步道了 大概都是道鄉 那個 等於是怎麼樣 跟這個 和上面坚 我想聽 都應該都很堅持這樣 那我也是 這很奇怪 那個 劉佼姐 你怎麼懂這麼多啊 你是覺得 這佛學強行太厲害了 這樣 你是怎麼樣 什麼學都不坐在那裡 這樣寫的 又快又好 做家 對 你看他講話那麼快 你在家裡會主觀 有啊 你不要 我 你自己 那你 你 你 我 你 借不借了